好 各位同学 大家早 这个为了能够 每节课跟各位共凶 所以呢 这个 今天的梅皮呢 现在已经改好了 就是昨天挑灯夜战了 赶快把我的功课 各位你的功课做完 接着就我的功课 我就刚刚把它做完 那各位那些给各位的梅皮 有没有看 有 我是不好意思的时候 有没有背起来 各位 原则上 各位你们的笔记 不要互相看来看去 耶 师父我怎么给你改呢 你也叫我聪明看看 各位 奇怪 我是针对对方讲的 我并不是针对每个人讲的 有的可以讲重话 有的可以讲轻话 有的可以讲安慰的话 有的可以讲讽刺的话 就是要故意 要故意来谈谈跟你心的问题 各位我们学佛的重点就是 破除那执着 就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破除哪里的执着 就是破除心的执着 我们不是 不是你学写详细 破除别人的执着 各位 你先不要这么急迫 你先学破自己的执着 各位就像 早上大家在用餐一样 各位 昨天那有人喝 羊奶拉肚子的几手 哇 就只有一个 两个 好放心 各位 要让你吃好 你也承受不了 那各位 那今天早上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你又听到有车子开上来 对不对 没有啊 那大概是我打坐不专心 我在打坐 又听到有人车子开上来 对 因为那台车叫做快餐车 所以 各位早上你吃的东西 你不觉得 也像快餐车的东西吗 对不对 对 这位快餐车的 这个司机掌厨的 当然现在也是 坐在这里听课 所以各位 所以每天呢 都有不同的人来扶持各位 各位那既然别人啊 用心来扶持我们 那你自己呢 又不把握这七天 那既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别人 更呢 对不起你的生命 佛法难闻 经已闻 人生难得 经已得 残修难参加 今天已经勉强来参加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各位 你无需 包装自己 掩盖自己 你要突破你自己 你的问题呢 直接面对 或是你真的不懂的问题啊 你直接 直接问我 或是 写在呢 你自己的修行日记 你不要掩饰任何的 这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各位把心打开呢 你的快乐 它就会涌现 把心定下来 你的临近 就会出现 各位这是个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有时候呢 你越想呢 离大道越远 然后呢 对不对 然后你绑的越紧 也越不明白 你生命到底是个什么回事 各位 你一定不明白 那我昨天 看了大家的日记 只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 坐到脚 有没有等级 脚很酸 对不对 这个不是禅修最大的问题 好 各位 这不是禅修最大的问题 那如何做才 才脚不会酸呢 各位 我们常常有一种习惯 别人问某个问题 我们就要回答 我坦白跟各位讲 这种呢 这种回答的方式 并不是高明的指导 最高明的指导 不是回答你问题 最高明的指导呢 需要让你自己去察觉 我不告诉你答案 但是呢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呢 我这样讲 你今天晚上就会有答案 你今天晚上就一定会有答案 你昨天的问题 你今天晚上 你的答案就会出现 你自然就会懂 怎么样做 巧才不会酸 你今天晚上 你自然就会懂 懂这个答案 为什么呢 你只要经过 你只要再活一天 你晚上就会懂 好 各位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保住你今天的命就好了 好 那我们要谈今天的主题 各位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说 我们如何呢 管好自己这颗心 所以这叫做修止 我如何修止 我通过修止呢 我心才能够安定 这叫做得定 那定 各位 什么叫做定 把心管好就叫做定 各位 什么叫做不定 你的心管不好 就叫做不定 这个概念呢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各位 那各位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管好你的心呢 我曾经跟几个同学聊过这个问题 各位 要管好你的心的方式很多 那就要看到呢 那就要看你心中的那一头牛 是一个什么牛 是一只台湾水牛呢 还是西班牙斗牛 还是呢 一只呢 方野中的狂牛 就不知道 所以各位 所以你是用绳子绑这条牛呢 还是用铁链绑这条牛呢 还是这条牛本来就不需要绑呢 那各位 那你自己 你自己心中的那一头牛 你不要问我 你自己去绑绑看 你去绑他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该要用什么方式绑他 那什么样的工具呢 才能够绑得住他 还是 还是 还是说他本来就不需要绑这一头牛 还是本来就没有牛 哦 各位 这个是你自己要去体会的 但是我们还是先 叫各位如何绑住这条牛 各位 我们人类 所有的出发点 一定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 我们看这个世间呢 完全是以自己的角度 看待这个世间 所以说起来 人类实在是太主观 然后呢 我们的眼见实在是太狭隘了 我们常常对仪管亏天 总是这样活着 但是你想一想 这样活着 实在是不对 但是你偏偏又没有办法 把这样的知见打开 或是把这样正确的知见 建立 变成正知正见 我知道有很多人 对 他他已经看到 我们其楼下面的愿性 正知 正行 正觉 正度 对不对 大家有看到这八个字 正知就是正见 没有正确的知见 你如何正行 正行就是正确的修行 有了正确的修行 你才为呢 有正确的觉悟 各位 你是一个觉悟的人 你才有办法正确的度化别人 不然呢 你现在并不是度化别人 你只是扰乱别人 好 各位有时候你只是扰乱别人 越帮越忙 我可以跟你讲真的 越帮越忙 所以 你现在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证件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你要不断的练习 各位 残期 就是要叫你练习 重复的练习 但是呢 你不要换来换去 各位 换来换去 叫做学艺不尽 什么叫不断的练习 就是 就是用一种方法 才叫做不断的练习 那如果方法换来换去 那就不叫做不断的练习 那你叫做不断的犯方法 对不对 各位 这是不一样的 那 那 各位 对啦 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 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知道吗 所以 所以你 你如果懂 你如果懂 要点点 要安静 不能说 知道吗 我就是 不懂得说 但是各位 大家 对 我们也今天 要跟各位谈各种方法 那你从今天开始 用这个方法 把你的心管好 但是你一定不要误会 我现在教你各种的方法 总归纳其来 还是心 对不对 各位 总归纳其来 还是心 所以这个核心是永远是不会变的 不论你走到哪里 不论 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在这边学习 还是你到底有没有 对 继续学佛 都一样 心跟你 有没有 如影随形 对 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你不了解他 就等于不了解你自己 就这么简单 那各位 那我们要来讲 第一天讲很多的方法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来讲几种 是大家呢 自己适用 然后最常用的方法 各位 过去呢 有很多人 他并不 并不 并不一定要选择念佛法门 尤其是知识分子 尤其各位啊 很多同学跟我一路读经典以来 很多经典 几乎都是都读波罗经典 对波罗经典 讲究的都是心地法门 他比较不偏向于净土 但是我看各位呢 这几天的日记 再加上呢 我们这几天的 在外面念佛 世上有很多的同学 已经改变了心意了 因为他被那句佛号感动 各位他过去 过去认为说呢 对不对 那是 那是 那是呢 那是老人家 那是不懂字 那是呢 余夫 村妇 在念的 但是各位 是谁改变你这个观念 是你自己 你是用什么改变你的观念 你不是用脑袋 你是用你的行动 各位知道对不对 你是不是用你的行动 去改变你自己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要用脑袋来修行 那你也不要一直想说 怎么去改变我自己 各位 我跟你分享 对不对 你只要行动下去 那个行动自然就会改变你 你只要行动下去 你的佛性 就会呼唤你 他就呢 会调整你的知见 就是这么妙 那所以 我们先从念佛法门开始来讲 各位什么叫念佛法门呢 我先送各位一句话 念佛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各位假设你能够念佛念到很幸福 有没有 那就代表你这个法门得利了 各位 念佛是多么幸福呢 各位你看 比如说一串佛桌拿着 各位 念一句 算一句 念两句 就算两句 念一串 就算一串 念到最后 念念成串 念念成串 念到最后 功夫成片 念到最后 念到最后 一心不乱 念到最后 是我在念佛 还是佛在念念我 原来是我在念我 原来是佛在念佛 原来 原来我内心的清静 就是极乐世界 但是呢 远近而来 所以有来就有去 所以有来就有去 去了就来 散了就去 去了之后呢 真的有个极乐世界 师父 真的有极乐世界吗 不然我问你一个问题 各位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好 来 蜂蜜 对 你现在 你现在活在 你现在活在哪里 你变得我惊心 我现在是说 你现在活在哪里 好 活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世界 好 对 你的腰酸背痛 你极乐世界 对不对 要接受腰酸背痛的事实 不要否认他 对不对 各位 很简单 你现在活在哪里 你现在也是活在一个世界 对不对 各位 这个世界 我们把它 最 对 贴个标签 叫做收破世界 可不可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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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有个名称嘛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脑袋 就需要 有一个名称 所以就把它 取作收破世界 各位 好啊 那你现在活着 是一个世界 那各位 那我跟你讲 你往生之后 没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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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想这个问题 真正懂心地法门的人 他不是只管心 不管事 那是错的 理事是无碍的 有形 有形跟无形 本来是一体的 体相用三个 本来就是一个 对不对 我现在的这个世界呢 叫做延起 延起的世界 那我往生之后呢 当我元灭之后 会有下一个延起 那我下一个延起呢 又有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 就像我们常讲说 众生六道轮回 那个就是呢 众生另外一个世界 只是 他是活在哪一道的世界 要看 要看他的因缘 这个因缘怎么来呢 就要看你的功夫 你有什么样的功夫 那你就会到 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各位 很简单 你现在活在 这个世界 就叫做世界 你往生之后呢 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也叫做世界 所以呢 各位 你要相信 有一个世界 就好像 你现在相信 这里有一个世界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师父 那不是一切 如梦幻泡影吗 各位 你不要误会了 一切 如梦幻泡影 指的是 叫你不要执着 各位 如果你已经修到 如果你 如果你的认知 其实是 如梦幻泡影 一切都是假的的话 那很简单 我给你 课字很简单 大辽从今天开始 都不要煮患 都不要煮患 不是如梦幻泡影吗 我看你的梦幻泡影 在哪里 我 我就是要分析了 拜托的 对 主 像我认知 我 诸位 我们在谈患 在谈不死 在谈梦 在谈戏 各位 举个例子 比如说杨丽花 演了一出歌仔戏 林华敏 演出 一出 那对类 舞台剧 各位你去看那个戏 要不要买门票 不是如梦幻泡影吗 你就把它收起来就好了 各位 你明明去看戏 你为什么要买门票 真的很奇怪 各位 奇不奇怪 很奇怪 所以各位 可不可以看戏 当然可以看戏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看戏 因为要看别人 努力的成果 各位 别人努力的成果 它产生一种 延起的现象 所以呢 他值得我们 买一张门票 去看别人 对不对 辛辛苦苦的表演 但是 但是在看的时候 各位 你可以 你可以尽情的看 你可以 你可以 开怀的看 你可以 浑然 忘我的看 但是 记得 戏 演完之后 亲爱的孩子 你要记得 回家 你不要迷失 在舞台上 躺在那边 赖着不走 还是呢 对把戏记的 那个部分呢 耿耿于怀 各位 戏 看完了 就看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要讲完 这就叫做 应无所住 我看戏 但是我不执着戏 各位 你有一出戏 那就是你人生的 大戏 但是各位 你为什么苦 因为你执着 你人生的这一场戏 对还是不对 各位 各位 前面这一排的 演三十年 中间那一排 演五十年 后面那一排最老 演了七八十年 各位 那个戏演过了 就过了 就好了 你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 对 你为什么还坐着 他不放呢 你干嘛呢 你不是在看你人生的戏吗 对 演完就好了 你还在看什么 各位 荧幕接着荧幕 联系记呢 对不对 一起 接着一起 各位 尽情的看待人生的悲欢离合 尽情的看待人生的爱恨情仇 尽情的看待人生的成败心衰 对 看了 你的心是很清楚的 你是很明了的 但是看完之后呢 你哈哈大笑 为什么 原来是一出戏 就这么简单 所以 不论 不论以前你是演乞丐 还是演皇帝 不论你以前是演员外 还是演一个贫穷的人 对 那只不过是戏 你干嘛这么紧张 但是要注意哦 那既然是人生是假的 既然是一场戏 对 那我就不要 我也不要来修行了 那我也不要去读书了 我也不要去工作了 各位你这样讲又不对 为什么不对 各位请问一下 你上了舞台 演个乞丐 要不要认真演乞丐 然后你演一个很没有 很颓会的人 要不要很认真演 不然你演个很颓会的人 我看看 你演不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哎呀 那我知道了 原来啊 演高贵的人 我要认真演这出戏 原来演悲见的人 我要认真演这出戏 所以各位 你当老板好当 你当员工好当 对不对 你主外 你就好主外 你主内 你就好主 主内 各位 人生的角色 你到底有没有演好 诸位 这叫做实践的功夫 这叫做修行 你要好好地去过你的人生 去办好你的角色 因为你现在演这出戏 不论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都要认真的演出 主外 这叫做修行人 不懂修行的人 他不懂人生是戏 然后呢 他只会演一种戏 什么戏 自私 主观 顽固 对不对 逃避 他什么戏都不会演 一看演就演这 所以导演叫他 变一个角色就不会 所以各位 所以你看 啊 原来 原来戏是假的 但我却要认真演 你悟到了吗 所以你在读金刚经 你们在读他 觉得说呢 好像呢 他 这个精灵 你抹谈一段概念 又否断一个概念 抹谈一个概念 又否断一个概念 金刚经的读法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什么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 然后又跟你讲说什么 你应该好好去布施 你应该好好为人家解说 因为这样的福德呢 有没有 是很大的 有没有 祈福胜比相当大 对相当大 但是为什么又要叫你 不要去执着呢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金刚经的 我用六个字就把它讲完 就是认真做 不执着 各位认真做 好 认真做你该做的事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千万不可以执着 因为只不过在演戏 那既然是一场戏 为什么要认真演呢 为什么要认真演呢 因为 有人在看戏 宝人 对不对 你有没有在演戏 那宝人 你的观众是谁 众生啊 了不起 你看 真的有多么伟大的演员 好 比周润花还红 比李连姐还厉害 但是宝人们说错 他没说错 诸位 我们每一个人的观众 都是众生 知道对不对 各位别人是不是 一天到晚在看我们 但是什么 但是各位 你却不知道你在演戏 你只很在意别人在看你 各位你干嘛 在意别人在看你 好 那你越在意别人在看你 你就越逃避 有还是没有 各位你们 现在报名敲目语的 只有几位台话 所谓欠一位的意思是 我已经排到 你这样一位了 已经排到 排到 排到 已经排到初七了 初七没有 好 那没有排的 不会叫他们排唱歌 怎么唱歌 敲目鱼 敲目鱼 对 躲在墙壁敲 笑死人 对不对 那还不是 不如盖在棉被里面 哭就好了 所以各位 所以当众生是观众在看我们的时候 你逃避不是办法 还有一种人 他选择伪装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 都带面积在见人 好像是见不得人一样 各位你为什么伪装你自己呢 各位软弱 对不对 装人很坚强 然后细微 装得很诚恳 对 然后不学无术 装得很专业 各位你干嘛 你不需要这样装 各位为什么 因为这个演员不自然 所以观众一看就知道 应该是什么 有没有 各位 浪费我买门票 各位我们身上有买门票 你知道吗 各位你知道我们门票 我们 我们为了看人生这场大戏 付出多少代价 你知道吗 各位 你付出你一辈子的痛苦 来看这场戏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买门票 你是用你一生 有没有 的价值 买这一张门票 你来看人生这场戏 你没体会到吗 好那各位 所以既然我是个演员 那我就要好好的演 我逃避不是办法 我虚伪不是办法 我告诉你你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好的演 那各位 所以每个人既是演员 也是观众 这样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看你 你看我 我们彼此就看来看去而已 所以各位 放下你所有的自私 逃避的概念 提起你 所有的生命 好好的演这场戏 这场戏怎么演 就是好的利益众生 就是这样演下去 然后不论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把戏演好 那就是利益众生 众生都会来给你喝彩 你这一辈子没有白来 你这一出戏演得太好了 对 当你落幕的那一天 要注意 全场的观众都会起立 给你鼓掌 他用什么方式给你鼓掌 他用这个方式 他会为你助念 他会出面 各位 你演得越好 越好就越多人来送你 这样对不对 那你演不好 谁理你啊 各位 谁会理你 人家跟你讲说退票 我还要你退票 对 我还给你掌声 所以各位 所以在演的当中 一幕接着一幕 所以他是无常的 他是变化的 他是神灭的 所以 什么你都做不得 所以各位 执着不是故意练习的 而是明白就好了 明白自然就不会执着 所以你不要 不要一直问我说 怎么样 我怎么修才会 才会不执着 各位我告诉你 不执着是明白 不需要你怎么修 各位你把这样的道理啊 透彻 很透彻的看一遍 各位不要很狭隘的看到你昨天发生什么事 或是上个月发生什么事 或是你自己发生什么事 你应该很广泛的看到众生 这一辈子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这样很容易懂 你很容易懂人生 你真的很明白 很多的道理你就很容易看懂了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各位我跟你讲 你只会自爱自怜 所以各位 所以当你明白了之后 原来那我懂了 我现在对念佛不再怀疑 我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好 还是你念一句观世音菩萨也好 载利 你喜欢念哪一位 你就念哪一位 但是你要注意 对 方法不需要太复杂 如果你误我说 怎么样念佛 那我就跟各位这样讲 你就很恭敬的念佛就好了 为什么很恭敬的念佛 诸位 事实上你恭敬的在念佛的那一刹那 事实上是代表你在尊重你自己 你就是佛 你恭敬念佛就是你尊重你自己 你不太恭敬的念佛 或是很山漫的念佛 我跟你讲 你连你的潜意识都是很讨厌你自己的 我们上过课大家应该知道 我常讲这个概念 我们潜意识是当时讨厌自己的 各位修行人是彻底尊重自己 因为他彻底尊重自己 所以不论有没有人 他是一样的 各位跟有没有人没有关系 跟你现在有没有在道场也没有关系 跟你现在状况好跟不好 或是你现在是健康 还在生病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彻底的尊重我自己 所以各位 这样你念取一句佛号 你知道吗 这个念一句呢 进入你的心一句 对 你透过念佛 开始学习怎么尊重你自己 你透过念佛 开始洗涤你心中的尘埃 你透过念佛 开始清除你心中的贪嗔痴 你透过念佛 你开始明白说呢 对 什么叫做生命的感受 你透过念佛 你会触动你的心 你透过念佛 你会越来越知道 你是谁 谁在念佛 你的心在念佛 心是什么 透过念佛当中 你渐渐 能够明白 心是什么 你拿佛诸也好 你不拿佛诸也好 在你 你欢迎就好 那所以各位 这叫做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 再来我们来讲 讲第二个 我统神叫做作禅 作禅 作禅 还是那句话 诸位 你能够听到 做禅 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吗 我看你 我看每个人的表情是否认的 有的同学在日记 日记本上写说 做禅 做苦工 还苦 这位小孩子 一般小孩子不太喜欢吃苦瓜 这样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怕苦 但是呢 各位 但是 但是我们大人呢 很多人很喜欢吃苦瓜 难道他不怕苦吗 各位不是 并不是他不怕苦 而是他愿意去接受苦瓜的苦 各位就是这么简单 那一样的道理啊 你现在害怕 各位 你现在害怕 作禅 事实上是 问题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全然接受他 所以你害怕他 各位 那你也害怕他 有没有 他就越 越 跟你挑衅 那 那 各位 大家要体会到一个问题 你做禅的目的不是要做得舒服 你要切记我讲这一句话 各位 你要舒服呢 有没有 你应该躺着睡觉 或是说呢 对不对 你应该去冲十八 各位 我不是要舒服 那时候那能到我要痛苦吗 你也不是要痛苦 你也不要误会 简单都会讲 你既不是要舒服 也不是要 要故意制造麻烦 让自己痛苦 这都不是 因为如果你寻求一种舒服 你的贪心会一直升起 如果你排斥一种痛苦 你的称心会不断的增长 所以我们做禅不是寻求 舒不舒服的问题 六祖讲说 道由心悟 起在作业 而是你坐在这边 你悟到了什么 各位 你悟到了什么 不管你悟到了什么 我还是先抢你一句话 你应该体悟到 对不对 不娶不舍 我不贪取一个热 我不舍弃一个苦 这叫做平等 平常 我要平等面对 各位 连世间法都会这么讲啊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各位 连世间法都会告诫你 你不要在安乐当中 因为安乐事实上是比你的苦更危险 各位 你太过那对安逸 让你升起不了智慧 让你培养不出你的毅力 真的培养不出来 但是佛法讲究的是中道 所以不是要叫你去吃苦 至少苦吃 不是 而是要教你面对 太阳出来的时候 面对太阳 下雨的时候 面对下雨 对不对 冷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 热的时候把衣服脱掉 就这么简单 你不可以说呢 对不对 我想要怎么样 不要这么说 你没有 你不可以讲说想要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在变化 他一直在变化 有智慧的人 他是随顺变化 他是面对变化 他是接受变化 这叫做智者 所以各位 所以你现在坐在谱团上 各位 你现在坐在谱团上 你坐着 你想念佛 你想念佛的人 一样你坐着 继续念你的佛 你不选择念佛 法门的人 好 各位 你 各位 你注意你的耳朵 你现在是不是听到外面强烈的声音 是耳朵听到 还是心听到 各位 是心听到 不是耳朵听到 各位要注意我讲这句话 如果你注意力摆在你的耳朵 你一直听 你耳朵会痛 各位注意力 各位我不要用注意这几个字 注意这几个字 很容易让你绷紧 这样对不对 那我用一个名词 身心全然的放下 静静 静静静静静听 大自然的声音 各位这个形容词 你会比较舒服 各位你看脑袋 你看 我们这头头的 我先给它冻掉 我改变一下名词 你就觉得我们比较舒服 事实上还不是一样的道理 各位你看 所以各位 全然的放下 静静静静静静静 自然的声音 如果你想听声音的人 首先你先学这样 静静的听大自然的声音 但是因为你今天做成了四节课 所以呢 早上两节课 你静静的听大圣的声音 笑两节课 静静的听你内在的声音 不一样哦 各位不太一样哦 前面两节哦 先听外面的声音 后面两节呢 听内心的声音 先听外面的 接着再听里面的 你听听看 如果你真的能明白我的道理 你能够这样的做 你一定有莫名的感动跟滑行 甚至呢 心 心清清楚楚的听到 但是你的心会觉得很稳定 很稳定 你会定在那边 但又是清楚 过夜的人定是睡去 他把独股动作录定 好 这个真的 所以各位 做产是一种幸福 我今天还是先这样跟你讲 好 第三种 原来呢 呼吸 是多么的幸福 呼吸 如果呢 你专注在鼠息 或是观呼吸 他都是属于同样的一个法门 各位 当 假设你是选择熟悉法门 各位 注意力是在数字 不是呼吸 注意力是在呢 对 一 二 三 那个数字 注意力不是在呼吸 但是你是选择 呼吸 但是你是选择呼吸法门的人 注意力是在呼吸 这两个注意力 要摆对地方 你不要摆错地方 然后你是一个属息的人 你夜属 事实上你会觉得呢 对 各位如果你是刻意 你的呼吸 反而会不顺伤 如果呢 你很自然 你的呼吸 会 越慢 越长 越细 那因为呼吸 是一个很奇妙的 它是一座桥梁 什么桥梁 它是生跟心的桥梁 所以你透过呼吸 你的身心可以达到统一 稳定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只有什么 你只有这个管理的数字 或是管理的呼吸就好 其他莫管 然后你在打坐的时候 假设身心有什么变化 不要管它 也不要执着 它自然啊 对 就会静下来的 假设你在打坐的时候 身体好像会有动的感觉 或怎么样 不要管它 也不要执着它 对 它自然就静下来的 但是你越注意它 它就越动 所以那个只是一种身体变化 不需要大惊小怪 所以各位 所以早上跟各位讲这三个法门 你自己挑一个 各位你自己挑一个 然后你挑这个法门 来安住你的心 把自己的心管好 然后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各位 你好好的练习一天 这里面有 这里面你只要注意一个口诀 只管用功 莫管其他 你要注意这个口诀 只管用功 莫管其他 用功在哪里 用功在你的法门 你就用功在你的法门 其他都不是你的重点 所以呢 所以各自自己心中要有个定案 对 那我应该去选择什么法门 然后好好的练习一天 练习 各位好好的练习 练习一天之后 对 你真的有问题 好晚上我们再来 再来试 好现在是九点十分 九点二十 在外面集合 好直接下课 我应该来试